房屋被燃烧的熔岩击中 随即起火 大量黑烟不断冒出 火势更蔓延到 一栋又一栋的房屋 冰岛再次面临 火山喷发的威胁 橘红色熔岩不断涌出 冰岛西南部的 雷克亚内斯半岛 去年12月中旬 才放生过火山喷发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4号凌晨再度爆发 我们要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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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 我先说 我们要先说 雷克亚内斯半岛 近日平凡地震之后 当局先前已经 火山会发发 下令4000多名 居民紧集车车 人们在免贷 而附近的热门旅游景点蓝湖温泉也关闭 这已经是当地两年来第五次的火山喷发 目前还无法掌握这一次熔岩的来源以及流向 其实冰岛西南部从去年11月开始 就饱受地震和火山喷发冲击 当局虽然一度开放 让民众能够短暂反家 不过如今火山再度喷发 家园重建工作是一条漫漫长路 位在印尼苏门达拉岛的马拉皮火山 十四号同样再度喷发 覆盖附近的村庄和道路以及车辆 当局紧急疏散周边人员 马拉皮火山去年12月才喷发 当时导致许多登山客受困山上 造成20多人死亡 这一次再度喷发也让印尼政府不敢大意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